花蓮市在美国有两个姐妹市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为了提供更多的援助 花蓮市长魏嘉贤除了利用公所的资源自制防疫用品外 也攜手了慈激基金会来提供协助 而这些物资在近期内已经陆续的送达 对于部分国界的大爱 市长魏嘉贤也亲自的前往慈激基金会表达感谢之意 为了感谢慈激基金会 共同给予花蓮市在美国的姐妹市防疫资源协助 市长魏嘉贤日前特别前往慈激基金社 自证感谢壮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花蓮市在美国的姐妹市亚伯古基市就有超过600人确诊 而所属的新墨西哥州更是有将近2000例的确诊案例 在4月初花蓮市公所就接到中华民国乔务促进委员黄哲同的联系 希望市公所及慈激能提供医疗口罩及防护罩等防疫资源 基金会第一时间就将讯息传达到美国的分会 让美国的分会来协助来统整这件事情 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收到美国亚伯古基的市长发出来的感谢信 他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慈激给予他们的援助 那在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 能够得到这样的物资真是难能可贵 我想世界是地球村 那慈激的大爱真的给很多的城市很多的温暖 在此要真的代表这些姐妹市来谢谢我们慈激 由于各地的防疫物资都是相当缺乏 美国慈激总会透过各种管道努力下 才成功募集支援 总共寄出2000个外科口罩 100个护目镜给贝勒夫优式的医疗单位 还有300个防护面罩给亚伯古基市 那接下来在华士顿州那边 我们会继续看他们的政府的需求 那事实上那个城市的话 我们已经有捐赠了一些防疫物资给当地的医院 那我们的防疫物资陆续都会到了美国 那我们还会继续捐赠给新墨西哥市的政府 另外花莲市公所也以不压缩到国内防疫物资的供给下 以3D练义的方式制作出210个防护罩 及自制2100个手工随身罩捐给3个国家 共7个姐妹市及友好城市 其中包括日本的宇纳国丁 高千岁丁 圣钢市 石原市 韩国的卫山市 以及美国华盛顿州的贝勒浮游市 与新墨西哥州的亚伯古基市等等 而防疫物资已经全数寄出 预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送达 记者 徐丽晴 新陈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新陈香报导